沙亚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已经出炉 确切坠机噪音依然不明 只是目前已经排除坠机是因为机身问题 或是飞机在高空击中了异物或是鸟类所导致 同时报告也确认机组人员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飞行前也有充分的休息 因此排除机师失能导致坠机的可能性 上个月17号再有8人的一架小型飞机 从弗罗交仪飞往雪州舒邦机场途中 突然坠毁在沙亚男的牙直立大道 意外还波及公路上一名摩托送餐员和电照车司机 造成总共10人罹难 事件过去近一个月后 长达60页的初步调查报告终于出炉 根据调查分析 先是飞机的右翼撞击地面 后轮到机头高能撞击 机身与地面的高能碰撞和油箱内的液燃燃料 导致机体燃烧 这种碰撞力和强度 再加上后续引发的火灾 都超出飞机结构和人体所承受的极限 因此可以确认事发时 机上人员是没有生还可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坠机发生 报告首先排除飞机是在飞行中 被鸟类或异物击中导致坠机 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引擎和机身遭到外来物体损毁导致坠机 报告也点出坠机事故发生在白天 飞行的能见度长达10公里之外 天气良好 因此也排除是气候因素导致事故发生 另外报告也确认飞机在飞行前获得是非许可 同时也有按照规定维修 至于机组人员都有遵守飞行守则 也具备飞行资格 机组人员的健康状况和视力也十分正常 机长和副手在飞行前一晚都有充分休息 根据他们的健康记录和体检 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此也排除坠机是因为机组人员的健康问题 影响飞行表现所致 目前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原件生产商 还在检测相关的机舱零件 而驾驶舱通话记录器中的录音已经转录完成 内容还在分析中 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